Hello,我叫ShayShayBuzz Living Pan 你在看的是Toyz TV 歡迎來到Toyz TV的新節目 我是Brian Lo Toyz TV是Brian Lo 今天這個節目是Toyz TV的 為什麼呢? 之前籌備了一個新的節目 就叫做 最初就叫做玩具之真理 好像不一般 於是就搞了一個小小活動 找一些我們的觀眾們 兄弟們 就嘗試改名 因為很多人都知道我們的風格 就是 一邊走一邊講 爭取時間 一邊漫步的時間 就在講一些不同的話題 而這個節目本來都是針對玩具的 就是跟玩具一定有關 但是跟我們的生活都可能相關 或者一些因為玩具引起的事情 我們的想法 一些討論 一些特別的感覺 我們都會講出來 當中有很多好的 很好的 差不多二十幾個師兄給我 就是這些 其實大部份 我都覺得真的很有心思 我也不一一跟大家講一些名字 大家可以細味一下 其中我自己 就選了三個 是比較好 和有心思 好名字真的很多 什麼換言瓦罪 那些很正的 玩具啤梨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什麼 Low You Low Share 其實他們都有很多 譬如食字 或者叫做鞋音 智囊收藏家 好像一些新聞節目 當然有個叫玩具AV 應該就不適合了 二次元動漫 這些人都怪得很好 其實我覺得是很Pro的名字 很感謝大家 但是呢 我就看看哪些是適合我用的 和我覺得他們的心思比較多 但是呢 最終我還是沒有用這個名字 不好意思 Sorry 但是這三個選了出來的師兄 如果看過這段影片 如果看過這段影片 因為在Youtube 或者在Youtube 留的那些 可能我不懂的 因為我仍然溝通不了 所以你會PM我Facebook 或者Twice3 Facebook 我接觸你 有份小小禮物 希望答謝你一點點心意 或者參與我們這件事 我選了三個 其中一個叫做智玩堂 即是智慧的智 就是玩過玩堂 所以就配合玩具堂的 我自己的台的那個 所以其實挺正的 但是呢 又覺得很正經 正經得太 還有玩具堂 已經有在智玩堂 又好像 你分不到究竟是什麼 但其實如果放在Ti-3 我也可以 另外這個叫做思想嘗玩樂 這個其實有點食字 思想就是想 就是嘗試去玩樂 其實是的 就是我們在思考裏面 或者我們人生裏面 是不是有時候可以想一下 多一點是玩樂呢 當然那些玩樂 我覺得是 自己開心 但不要令人不開心 另外就是 有意有見性的 就是合理的那些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事 人生苦短 認真說 那 真是 值得大家去珍惜 因為最近也聽到的消息 有個朋友的 妹妹 四十多歲 是一個護士來的 肺癌過一生 原來是早兩年 我覺得 哇 原來是 真的很難得 我們已經很珍惜 我們現在還在交流 其實很珍惜我們的生命 所以 記住大家 無論是多麼困難 或者順境也多好 就是用心去生活 另外呢 就是一個叫做 去集團Walking Talk 這個為什麼我會選 因為他看到的時候 我走著拍照片 那 所以我覺得 很有心思 就回我的圖案去想 這個 但是名字就長一點 所以呢 我就沒有選 可能我選了 開股這個名字 可能大家覺得 很老套 但我覺得 容易記 又適合 又適合 又方便我自己去記憶的 那就是什麼呢 不要硬硬 就是 玩具 啟示牢 那為什麼 因為我們由於 玩具隱身的話題 討論 想法 或者感想 各種事情 或者事端 或者好事壞事 其實我覺得 因為人們從玩具開始 才跟我們有拉肩 但是 深層一點 或者不要深層一點 拉開一點 就是扯遠 我們日常生活的話題 第一集 也說到 我的迷你倉被爆攝之後 就 沒了玩具 我有第一次說 引起大家一些注意的 好了 那今集呢 除了多謝三位師兄 記得找回我之外 那 名字就改了 那 除了今集之外呢 亦都希望呢 我們有一個新話題 跟大家講講 我是2CV的Brian Lowe 喜歡我們的 麻煩 CLS 不是說粗口 comment share like我們的頻道 麻煩順便like我Brian Lowe的頻道 好嗎 Thank you very much See you You are watching ToysTV ToysTV